于Squatch 2.0使用Picoball 在上一个教学步骤 我们已经教各位同学 怎么样让Picoball跟我们的中介程式连接 顺利的能够读取Picoball上面的数值 接下来我们要教各位同学 怎么样将这个数值传到Squatch 2.0 首先请各位同学打开程式 在这边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 我们右手边的一个图示 请各位同学按下滑鼠的左键 点选这个图示 在这里会打开选单 请各位同学选择选单上的第一项 New Squatch Template 它在这里指的是新的Squatch的范本档 点击之后它就会开始进行下载 在这里的话各位同学就看你选择 要下载在哪个资料夹 下载之后请各位同学点选储存 在下载之后它会出现提醒的文字 这时候各位同学点击OK就可以了 它是告诉我们这一个范本档可能在Squatch里面没有办法打开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这个Squatch的网站 好开始呢 进入Squatch的程式编辑器 首先请各位同学打开Chrome的浏览器 之后呢我们就进入Squatch的网站 好在这里呢请各位同学点选上方的Create 新建之后呢就会打开Squatch的程式编辑器 好那这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使用Squatch本身提供的这个空白档案 所以呢我们要上传刚刚我们下载的范本档 所以请各位同学在这边点选档案 打开选单之后点选上传 好那在这里呢各位同学呢可以看到 他会打开我们的这个档案管理 好请各位同学找到刚刚下载的范本档 好应该叫做PicobotTemplate.sb2 好点选之后呢请各位同学按下开启 好那之后呢请各位同学点选确定 好那这时候各位同学可以把这个中介程式呢 点击拉到这个画面上来 就可以看到呢他跟之前呢长得并不一样 那在这边呢最大的不同就是 他的第二项叫Squatch is connected 就是Squatch是否连接的这个项目呢 已经变成绿色了 好代表呢在这个程式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Squatch的数值 而且呢这时候各位同学呢如果去稍微 比如说去用一下你的Picobot 比如说使用一下滑杆 好就可以看到这个数值呢会做对应的变动 好那这个档案最大的不同 就是各位同学呢可以到更多积木的这一个选项 好那在这个选项上呢各位同学就可以看到 在这边会有新的积木可以让我们来做使用 那同学呢就可以试试看来使用这些城市区块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